大家好 各界一直期待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营的决议 所谓的六中全会决议 今天正式的全文发布了 这份决议啊 全文长达三万六千字 时间点很有意思 一直等到星期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过了视频峰会之后 才修官方向外界公布 这份决议扬扬将近四万言 正如很多媒体在之前包括我们的节目所分析报道的那样 这份决议充满了一美之词 一半以上的篇幅都在歌颂十八大以来 中国中央所取得的成就 那无用会言 这都是在习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这些成就 另外 这份决议也在文字 结构啊 整个的用意上为习近平继续连任 铺平了道路 打下了一个理论的基础 这个决议将习近平一举提升为 中共党内可以与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和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 并驾齐驱的绝对权威和历史地位 很显然是在为在明年的二十大上让他继续连任 名罗开岛 那由于这个决议很长 我们只摘取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些章节 跟大家分享 然后就讲我们的点评 比如说中共的这些领导 特别是最高层 他上台之前或者要搞连任之前 他一定要有一个理论的坚实的基础 那这和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 你说川普他有什么理论基础 没有 中共这些高层领导 尤其是最高领导者 需要在全党全国全军的事情上有理论高度 要是大半个甚至是一整个哲学家 才能领导这个国家这个社会 我们看到当年在延安像陈伯达他们 那就是毛泽东的理论对谈 理论辩论的伙伴 终于整出来一个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结合 搞出了毛泽东思想 这都是有历史源源的 到今天为止一样不例外 习近平也必须要在理论上有所建树 而且能够统领全党全国才能震得住人 至少在字面上能震得住人 在决议里面 关于他的理论水平和理论建构是这么说的 习近平同志对关系到新时代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进行了深邃的思考和科学判断 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等重大时代课题 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你看这成了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那依然让一系让人想起 毛泽东当年在理论上的这个贡献 那实际上从整个决议看来 在理论创建上 给人的感觉 习近平甚至超过了邓小平 在理论创建上 他和毛已经是并驾齐驱 你看他的总结是这么说的 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你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以前我没有看到过对邓小平使用过这样的字句 那肯定是要把习和毛要并驾齐驱 这样才能镇得住 当然最重要的各界关注的 那就是既然这么写 没有涉及到领导干部轮换制 领导干部退休以后怎么办 这样的问题 既然不涉及 那就是看来这个目前不是问题 它本来应该是 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中共的惯例 明年二十大习近平就应该是交接班了 就应该在这次会议上 至少在明年二十大上 就下一届领导集体 特别是一把手 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任命的人选 有一定的交代 有一定的外界能够推测的线索 但是没有 这很显然 摆明了就是他要接着干下去 那么很明显 由他自己六十八岁的今天 主持通过这样一个百年重大成就决议 就是在防校毛泽东和邓小平 利用一个历史性的决议 排高自己的身价和地位 为明年成功连任 铺平道路 那这两天 海外的有些媒体算了笔账 我认为算的 那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 今年习近平是68岁 明年正好69 他如果连任一届到2027年 他就是74岁 74岁对中共很多领导人来说 那还是年富力强 那再干几年没问题 你看前政政治局常委张高丽 75岁了还跟世界网球冠军 浑身都是剑子肉的 女冠军 美女冠军 抄党章了 那习主席74岁 那肯定没问题 再抄十年党章 肯定没问题 所以第三任任期结束 如果健康许可 他再搞一任 去任第四任的机会 就非常大 邓小平1978年付出的时候 也已经74岁了 从78年到92年南巡 直到97年去世 邓小平在中国政坛上的 这个持续 当第一把手的时间 那是很长很长的 当然他的改革开放政策 确实也改变了中国 没有当年的邓小平 拨乱反正 就没有今天的中国 也没有今天的这些 所谓的领导集体 那习近平一心想超越毛邓 你看2027年 他才74 他肯定不会放弃权力 如果再做五年 任期就到了2032年 2032年是什么概念 大家想一想 我再给大家点的透一点 中共的潜规则 高层干部 尤其是进了中央的 比如说国务委员 比如说政治局委员 这些人 五六十岁 他才到事业的巅峰 比如说习近平成为政治局常委的时候 五十四岁 胡锦涛 1997年成为政治局常委的时候 是五十五岁 现在习近平如果从现在开始 再连干两届 那就意味着 整整和他同代的这一代中共高层 都会被剥夺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机会 比如说现在六十岁左右 被视为可能接班的这几个人 陈明尔 胡春华 李强 丁薛祥都没有机会了 因为你的年龄已经不行了 甚至说就连现在四十五岁以上 十年后才刚刚五十五的 高层的这些干部群体 也已经失去了机会 也已经失去机会 因为你十年以后五十五 习主席还在干着呢 他身体还很好 还仍然能天天超党张 你怎么办 所以这个看起来 那真的是非常的悲催 为什么 当然有一方面可以说 这和我们普通老百姓没关系 谁干老大 老百姓不都得生活吗 谁上台你都得欢呼万岁 谁下台你都得踩上一只脚 说他不是东西 从从古至今 从中共建政以后到现在 中国的政治环境 政治气氛 政治文明 政治习惯 他一直就是这样 没有改变过 那现在谁愿意当谁当 和我有什么关系 那可真的不是没关系 因为中共高层的政治动呐 在很多时候 他引起的这个社会的巨大的动荡和风险都已经能够是看出来的 大家想想 当年老毛解放以后 刘少平 刘少奇和邓小平想搞经济建设 他就是坚决想搞阶级斗争 你说给中国的情价万户带来多少影响 这还用过多的去阐述和废话吗 根本就不用 所以这个东西和老百姓也有关系 当然最重要的是和那些一心想接班 本身就有问顶最高权位的那些野心家们 和他们关系最大 习近平堵了他们的路 当然我刚才说的这个野心家应该加上引号 否则的话如果我们不加引号 那就是等于我们接受了中共 目前这样一种欲加之罪和谎无词 这种带有封建帝王色彩的语言模式和语言习惯 动不动说谁谁谁有政治野心 想干嘛干嘛 拜托 一个党员 他既然成为党员 他想为全党全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他想当总书记 不正常吗 完全正常 这既是他的权利 也是他个人理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所以有政治野心这些人都绝对不能把这个当成一个理由来批驳人家 但是问题的就是习近平在这个历史决议里面 这么描述自己 吹捧起来无所不用其极 就是想多干几件 在二十大如果连任以后 在二十一大又连任 中国的最高层这个高层的更替 领导的这个这个位置的变化 就成为了一个千古之谜 到底可能是谁 不知道 习自己可能也不知道 那底下这几位 我刚才列的这几个人选 李强 胡春华 陈敏尔 还有李希 李希当然年龄已经是太大了 这几位 那不就得各显神通想办法自己上位吗 这在中共没有一个正常的选举制度 连党内民主都 含含糊糊 都这个贴上各种标圈 作为权斗的工具的时候 他们自己来 自己拉伸头 自己搞自己的这个势力范围 争取能爬上最高层 这很明显就是一场腥风血雨式的政治风暴 已经埋下了祸根 从这个角度讲 习就是十年以后 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动荡的一个根源 他在这次六中全会的这个稿子里 已经埋下了一个理论基础 埋下了一个文本上的基础 这一点大家不用怀疑 他一定会这么发生 另外我们在上次节目之中还提到 在他整个六中全会的公告里面 并没有提到经验和教训 他会完全不提吗 当时我们感觉到 如果完全不提 那也太过分了 是不是 你犯了这么多的重大错误 怎么能一只字不提呢 而且在前两次的历史经验的决议里面 都提到过 曾经犯过啥错误 这个估计也得提一下 结果你看 今天全文发布以后 我们看到他就两段重要的错误 教训 他提及了 但提及了非常有意思 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和点评 比如说 比如说关于文革 决议是这么说的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 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 发展的越来越严重 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 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 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 做出完全错误的估计 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 林彪将清两个反革命集团 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 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 酿成十年内乱 使党 国家 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失败 教训极其惨痛 1976年10月 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 毅然粉碎了四人帮 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大家看到没 关于文革是这么总结的 好多事啊 好多话啊 就怕反过来问 就怕反过来想 刚才这些说的都没什么大的问题 当然里面也有春秋笔法 把这个祸国殃民的重要活动 安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头上 但实际上林彪江青 那都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他们都是忠实的 落实了 毛想让这个国家往哪里去的 这个战略方针的 尤其是那个张春桥 张春桥思想 基本上就是能代表85%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建政以后 建政之前靠林伯达 靠陈伯达他们 建政以后 尤其搞文革 靠的就是张春桥 姚文元他们这帮理论打手 和理论的奠基人 高级的军师 比如说张春桥就曾经写过 这个论资产阶级法权 这些文章我都看过 那完全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思路 一大而公 连工厂的工人 计价工资 完成多少价 按这个比例来发薪水 发奖金 那都是资产阶级的做法 社会主义国家 一大而公 应该是一个完全的 在高尚的道德勤操的驱使之下 劳动成为你的一种享受 它不是你完成 满足生活基本条件的一个必要手段 它是你发挥出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这个理想的最佳机会 所以你计券工资都是走资产主义路线 这是张春桥当年写的文章 张春桥 我还是比较深入的研究过 实际上林彪江青 张春桥这些人 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的捍卫者 也都是感觉到党和国家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要是倒了毛泽东这赶旗 整个国家就完了 那实际上林彪江青反民集团和反他们的这些人 在这一点上想的是一样的 你看到现在毛泽东就算犯了这么大错误 他的尸体仍然躺在人民大会堂 共千千万万人瞻仰 他的照片仍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让各界群众看着他的微笑 这个骨子里他就没怎么变过 这是文革 更关键的是 这里面提到的一句话 说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 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悲剧的发生 尿成了十年内乱 造成了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拜托 党中央为什么没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 想纠正这些错误的人们去了哪里 问问呀 彭德怀 彭黄周章 是不是 彭德怀 贺龙 彭真 甚至是后来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这都不是他们都是想去纠正这些错误的 这不都是被毛泽东同志给打倒了吗 为什么毛泽东能打倒 那是因为他能独裁吗 那是因为他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 他说啥就是法律 说啥就是圣旨吗 如果从这个角度讲 如果这个时期你还搞新的独裁 新的 一言九鼎 新的奉为一尊 那你不是又埋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这个种子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这个历史决议啊 我认为是将来在中共历史上 在中国的历史上 会被最先被否定的一个决议 那我今天把话调在这 大家不信 咱们走着瞧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们怎么讲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 怎么讲六四那一段的 因为这两段都绕不过去 这是一个民族血河类的历史 我们看看他怎么总结六四的 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苏联解体 东欧巨变 由于国际上反共 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支持和煽动 国际大气候 国内小气候 导致了1989年春夏之交 我国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 党和政府依靠人民 提制鲜明反对动乱 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 你看 这是他的六四的定性 这段定性啊 他非常滑稽 非常荒唐到什么地步 在行文的这个篇幅和这个秩序上 他把这一段没有单独成段 而且和后面这几个说到了一起 说了什么呢 党领导人民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等经验风险 成功举办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残院会 战胜长江和嫩江 松花江流域的严重洪涝 汶川特打地震等自然灾害 战胜非典疫情 彰显了党 抵御风险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你看 他把开奥运会 松花江 嫩江 发大水了 汶川地震 他和六四的事情摆到了 一个段落里面 哎呦 我告诉大家 这个和真的是很聪明的 很聪明的 为什么 读这种大不头的文章 这种大不头的决议 除了我们这些搞新闻的 搞研究的 专门的这些和这个事情 就是你的工作的一部分 你会认真读 你会仔细读 否则的话 那就像我们高考的时候考历史 日本帝国主义哪一年干了什么 谁记得住啊 这么长 这么大拼幅 而且很多空话套话 你是很容易 就挂一漏腕 很容易就把这个事 就给他撇过去了 你看 他把六四和那些 莫名其妙的事情 摆到了一个段落里面 这就是 让历史尽快的遗忘 让他的重要性 让他当年造成那个疮痛 逐渐的变得麻木 甚至消失 将来谁也不提了 提也想不起来了 一提就和 哎呦 当年是啊 不但有六四事件 还有松花江发大水了 还有财奥会 奥运会办的也不错 对了 还有亚洲金融危机 我党处理都不错 你看 这些事情能放在一起比吗 国际金融危机 嫩江松花江汶川地震 动刀动枪 杀人了吗 没有 为什么这么多年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严重的教训 不能吸取 这都是中共 去编造 去回避 去删改 给历史上色的 一个手法之一 那就是给他淡化虚化 混淆 放在一起说 另外 这里面的每个句子 实际上都没有史实 作为基础 在这里 我给大家推荐两本书 关于毛泽东 推荐两本书 一本是高华教授的 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 那是讲延安期间 另外一本 是我正在读 将来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就是 李治隋先生写的 毛泽东 私人一生回忆录 那是讲建国以后的 毛泽东的 都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精彩 你读那些 你再读这些 所谓的历史经验 所谓的重大决议 你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才能读懂 才能读透 除此以外 我们看看 他们如此来形容六四 他们的手法非常相像 比如说 他把它归结为 你看鱿鱿吗 鱿鱿后面只有一个原因 他说 由于国际上反共 反社会主义的 敌对势力的支持和煽动 国内大气候 国内小气候 导致了什么什么 他把这个事情 75% 它归绝于国际上的 反华势力 反共势力 拜托 当时有没有呢 很显然有 你想想 那是八十年代末期 冷战结束没多少年 而且当时 共产党是怎么回事 往哪里走 自己也没看清楚 那这种情况下 国际上有人反感你 有人说你坏话 那是很正常的 但是这些人 真的是在当年八九年的 那个事情上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吗 坦率的讲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事实 当然 赵紫阳 在八九年的敏感时期 接近了 高尔巴乔夫 高尔巴乔夫这些人 实际上 也没看懂 中国到底在发生什么 他还接见了 这个在经济上比较激进的 希望搞赞成修科疗法的一些 诺文奖得主什么的 这都是中共当年试图为 急剧恶化的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 试图找出药方 找出解药的一个举措 事实证明他们也没怎么搞 但是我依稀记得 当年八九年以后 很快就把赵紫阳曾经接见过谁谁谁 曾经和谁谈过话 作为他政治上和党中央不能保持一致 不能同心同德的这些证据 所以当年那个事情和后来 香港我这两场运动 我都亲身经历过 香港的反战中 战中和反送中 你看至今为止 中共仍然把香港的局势 归结为西方势力的煽动 那他们就是美国CIA搞的 拜托 人家能上网 人家没有防火墙 他脑子里怎么想 不是你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也不是西方的敌对势力 一方能说了算的 大家都能看到 你这个文汇报 这个大公报 在香港不也是 公开发行吗 但每天的发行量不超过一百份 人家不信不看 是不是 那这种情况下 关于香港的选举怎么搞 关于一国两制怎么理解 香港老百姓当然有自己的发言权 他和你想的不一样 当你硬来的时候 他们就上街 上街的时候 我非常清楚的记得 当时的那个 当时香港的学生 拿着这个高音喇叭 在那里大叫 站在高台上 问底下 于贯而入的那些群众和学生 说你们哪些人是美国派来的 底下高声欢呼 没有 我记得特别的清楚 我看着那些年轻人的脸 我看着那些为香港的未来 而焦虑的那些中年人 老年人 年轻人 如花似玉的少女 能在家里本来喝下午茶 但偏偏要冒着这个 酷热 来到街头的那些少妇 他们为了什么 这些人都对香港 有一份自己的责任心 这是他脚下的土地 这是他生长的地方 这个地方被谁来统治 将来统治成什么样 他们有多少发言权 他们想成为这个决策过程的一份子 这才是他们上街的 最根本的动力 而不是什么 反共反社会的这个敌对势力 根本就不是 你看到现在 中共仍然写的是这个戏码 用的是这套说辞 说国际上那些坏蛋搞的 事实上国际上那些坏蛋 在六四以后的第一时间 就和你搞的穿一条裤子了 很快啊 你看六四事件 这个引起全球的禁运 国际上也讽刺挖苦 甚至是开始谴责的时候 因为老布什 老布什那可是美国的保守主义 那是保守党 那是共和党 他们不赶紧的就和你勾肩搭背 让你从这个 很孤立的国际环境中 解放出来了吗 那不赶紧又帮着你进了这个WTO吗 进了国际社会吗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算盘 认为单纯的封堵不是办法 要engage 要打交道 让把你们引领到国际主流的文明的秩序里边来 成为文明队伍的一份子 但是 首先他们也很naive 没达到这个目的 反而被你拖下了水 现在西方被中共拖下了水 好多事情做的 那个吊胆越来越像共产党 另外一方面 他们确实当时 六四的事件 那就是你国内的事件 国内的情况 是主要原因 那刚开始起因的 就是因为胡耀邦失事 对不对 你说胡耀邦失事 学生上街这事是西方 西方操纵的 对不起 拿来证据 没有证据 所以我刚才用了这么长时间 讲香港的情况 和今天这个六中全会 对六四这个定义 这个笔法 这个安排的这个次序 给人的感觉是 哎呀 这个文件 应该尽早被否定 这样才能还 中共的历史 或者研究这个历史的时候 有一个正常的环境 有一个 允许百家争鸣的一个气氛 否则的话 我们学的就是一部假历史 是一部祸国殃民的历史 那我们沿着这个道路搞下去 刚才说的这些错误 很可能还会重演 而且会 更过分 更惨烈的方式上演 那今天 这个 本来想讲两个话题呢 今天时间来不及 只能讲这一个了 就是我看 这个决议里面 对所谓的 大气候小气候 这样一个 还有当年的错误 当年的教训 它的一个总结 但刚才提到的 习 挡住了这么多人的路 六十多岁的这些 党中央的最高级的干部 都没有机会 未来十二年之内 都没有机会 党老大了 那这个后果是极其惨重的 我们从当年毛泽东 到邓小平 再到后来 这个权力的交接 这种种过程 我们都看出来 这个内斗 是免不了的 上面有人罩着还要斗呢 你这到时候没人罩着了 底下大家都是半斤八两 你说 你这个李强 和胡春华 你这个 还有党中央的其他高级干部 他们之间能差出多少来 差不出多少来 那谁当老大 既然没有这个秩序 又没有法定的选举的程序 那就各显其能搞 那能搞出好果子来吗 搞不出来 这就是我们要看后面的几个指标 下一期节目 我准备重点奖 也是借鉴了上一期 何老板和高刚俊律师 他们讲的中共的刀把子 这个时候就要动用刀把子了 后边怎么弄 我们看看和刀把子之间 会有什么样一个 最直接的一个关系 好 我们恭请大家给节目点赞 打赏 也给我们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